朱婷再先流洋风暴 加盟意大利霸主科内利亚诺 中国女排喜迎新篇章 北京时间6月27日 国际排球界传来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意大利女排豪门俱乐部科内利亚诺官方宣布 中国女排领军人物朱婷正式加盟球队 继续她的海外征战之旅 这一消息不仅让中国球迷为之欢呼 也标志着朱婷在排球领域的又一次飞跃 朱婷作为当前中国女排最为知名的球员 一直以来都备受国内外球迷的关注 她凭借出色的球技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 为中国女排赢得了无数荣誉 在上个赛季 朱婷再一甲的斯坎迪奇俱乐部效力 她的加盟不仅为球队带来了强大的战斗力 更在比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帮助球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总决赛中 尽管朱婷效力的斯坎迪奇队 以1比3不敌科内利亚诺 无缘冠军 但能够进入决赛已经是球队的最佳表现 朱婷在比赛中展现出的精湛球技和顽强斗志 赢得了球迷们的广泛赞誉 如今 她正式加盟科内利亚诺 继续自己的流氧生涯 这无疑是对她个人能力的极大肯定 科内利亚诺作为意大利女排的霸主球队 一直以来都以其强大的实力和出色的表现 吸引着众多顶级球员的加盟 该队在过去的联赛中连续6次夺冠 成为一甲的无敌王者 朱婷的加盟将为这支霸主球队注入新的活力 她的丰富经验和卓越能力 将帮助球队在未来的比赛中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朱婷刘洋后的第三支球队 此前 她曾在土耳其豪门瓦基福银行效力 并帮助球队赢得了多个荣誉 在瓦基福银行的比赛中 朱婷多次斩获比赛的MVP 成为球队的绝对核心 她的出色表现 不仅赢得了球迷们的喜爱 也让她在国际排球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不久前 朱婷还代表中国女排参加了世界女排联赛 虽然整体上她并未得到重用 但在有限的时间内 她依然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 她的精湛球技和顽强斗志 为中国女排赢得了宝贵的胜利 并最终帮助球队成功晋级总决赛 锁定了奥运门票 这一成绩 不仅是对中国女排整体实力的肯定 也是对朱婷个人能力的认可 朱婷的加盟对于克内利亚诺来说 无疑是意大利好 她的到来将进一步提升球队的实力和竞争力 帮助球队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同时 这也为中国女排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相信在朱婷的带领下 中国女排将在国际赛场上 继续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和风采